欢迎大家来到一本作家书房 我是今天的嘉宾Stam Sir 讲到Stam的时候 很多时大家都会问我 究竟有什么书适合小朋友去阅读呢? 我今天也带了几本书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本叫做《儿童地方誌》 《儿童地方誌》有两本 一本就是《九龙城》篇,一本就是《官堂》篇 什么叫做《儿童地方誌》呢? 叫得《儿童地方誌》的话 就是给小朋友看的一些图书 会用一个绘本的形式 而且包含了一些历史故事、地区资讯和Stam的元素 你就会想,为什么在我们生活中 每一个地区都有Stam的吗? 其实可以举个例子 例如好像九龙城那样 九龙城有宋王台三个字有的石碑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 古时用什么方法可以令到宋王台三个字 可以作到在那个石碑上面呢? 其实如果回到现在现代的时候 又会用什么方法呢? 其实因为科技进步的时候 原来在当时都已经是运用了不同的Stam的元素 除此之外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九龙城公园里面的建筑 例如你就会见到就是有一些砖 它为什么是品字形这样砌呢? 不是好像我们数学科的格仔簿那样排列呢? 其实这里也是涉及到一些工程和一些建筑学的 而且你就可以看看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它的书最后面呢 是一个叫做看乐棋的 看乐棋可能呢 爹地妈妈呢 那个年纪的时候呢 他们小朋友的时候呢 都有玩过 但现在呢就很少玩了 可以借着呢 就是玩这个儿童看乐棋 是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了 原来呢 当时呢 在九龙城或者观堂里面呢 发生了些什么事的 那还可以玩完才看书 甚至乎呢 看完书再玩呢 是帮自己巩固一些知识的 那另外呢 观堂篇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大家知不知道呢 观堂的名字的由来是怎样呢? 以及观堂以前的前身是做什么呢? 其实呢 观堂以前做嫌的 如果想知道究竟观堂的名字的由来的话呢 那你就要快点看这个儿童地方字的观堂篇 而第二本要介绍的书呢 就是一系列的 叫做STEM少年偵探团 那因为呢 我说呢 经常都说 STEM Anywhere 以及STEM In Life 那究竟STEM和生活 以及怎样可以无处不在呢? 其实在这一本漫画里面呢 其实有提过的 而第一期呢 我们就是讲这个 叫做STEM Sir的挑战书 在故事里面呢 就有四位小朋友 分别是 S T E 和M 那他们呢 其实是STEM Sir的小助手来的 那他们呢 就成为这个的小偵探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呢 找下当中有些什么STEM的原理的喔 譬如啦 第一期呢 那个的场景在哪里呢? 就是中西区了 那在里面呢 都可以知道呢 就是电车里面的STEM 甚至乎呢 就是走上山顶的时候 那个山顶蓝车呢 或者是呢 就是医学博物馆呢 都充满了很多STEM的元素的 那而第二期呢 我们就是讲这个尖沙咀区的 那也都有天文台的合作 可以给了很多资讯我们的 那有时呢 很多时呢 那些人都会去到这个尖东 1881的位置上打卡拍照的 那究竟当时 究竟这个1881 是什么地方呢? 那而呢 这本书呢 最有趣的地方呢 亦都是和移动地方置很相似的 那它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的地图 你可以看回这个的地图的 可以走回这条路先 看一下当中的一些的历史故事 和小侦探去到那些不同的地方里面 发掘到有些什么的STEM的元素的 很有趣的 那除了在漫画之外呢 在里面都会摆起了一些叫做 儿童小白科的东西 是的 STEM小白科的 那你都可以知道呢 原来呢 当中呢 某些的地点呢 特别的STEM的元素呢 是怎样拆解呢 那这里就可以帮到你的了 那至于呢 第三期呢 我自己就很喜欢的 那就是说这个的海洋公园的 那里面呢 就是包含了呢 就是一些叫做 机动游戏的STEM 那也都有一些关于是 动物的资讯 甚至乎是仿新学的 那什么叫仿新学呢 大家有没有用过吸盘呢 吸盘是吸在一幅墙上的 那其实呢 这个吸盘呢 它的设计呢 是来自于一些的动物的 给三秒钟时间你想想 三二一 猜不猜到呢 答案就是章鱼的手 它的脚有一些吸盘 和树蛙的手都有一些吸盘 那我们人类呢 就在动物身上 就是模仿它们一些特征 然后就将它 就是发明了一些工具 给我们用的 那这些我们就叫做仿新学 那里面都包含了 一个生物多样性 和这个AI的 那很有趣的 就是想知道它们是怎样的 那你就快点看这个 STEM少年偵探 系列的一些漫画了 那另外呢 说到一些的玩具 那其实我们呢 小朋友呢 可以学STEM的话呢 由他身边的市民开始 他们很喜欢玩玩具的 玩具里面呢 都包含了很多的 STEM的元素的 那另外这一本呢 就是了 叫做玩转STEM 拆解十二款玩具的科学原理 这本书呢 我自己很喜欢的 那为什么呢 小朋友呢 拿着这本书的时候呢 对他来说呢 就是一本STEM的天书 他可以知道呢 不同玩具里面 有什么STEM的元素的 如果是家长 阅读完之后呢 就可以和小朋友 玩的时候呢 引导他思考 想想每一种不同的玩具 如何拆解他 从外至内 或者是由上至下 甚至乎在功能上 去逐一拆解 让小朋友就知道呢 里面的某些工具 某些科技 和我们日常生活的 哪些设施是相近呢 那除此之外呢 老师拿着这本书的话呢 那就不得了了 因为呢 好似一份教案那样 教老师在课室里面 怎样引导小朋友 从玩具中学STEM的 而且呢 本书后面呢 都有一些叫做 STEM的DIY的工作坊 可以教那些小朋友呢 怎样用一些环保物料 然后呢 就是动手做 制作他们喜欢的玩具 那另外呢 最后一本呢 我也很喜欢的 新鲜出炉的 叫做STEM新世纪 那新这一本呢 就会将第一期 和第二期呢 合在一起的 那你知道啦 很多小朋友 很多都喜欢 就是看一些小说的 那今次呢 这本书里面呢 就是集合了 小说和漫画于一身的 那而且呢 它里面呢 就会有一些呢 比较特别一点的 难关呢 要去挑战的 那话说故事呢 就是有个外星的人 那麽小小的 那便下来地球呢 那便有两个小朋友呢 就是和他成为了朋友 那当中呢 就是在课室里面 在家里面 你会见到 有很多不同的文具 或者是工具的 透过这些文具和工具呢 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 机关武器 那便呢 帮助他呢 就是逐一解栏的 那而且呢 故事的 發生的的情景呢 都是在一些课室里的 那所以呢 和小朋友 你们平时上学上课的 情景呢 是很类似的 那而当中呢 我在里面呢 都是加入了一些的 短片 那因为呢 本书里面呢 就会讲到某些的 原理和小实验的 那你会见到一个 QR Code 那你就可以 用手机呢 去掃描这个 QR Code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呢 我为的这本书呢 特别制作一些 短片的 好有趣的 那 见到以上有那么多的图书呢 都是很适合小朋友呢 就是去学STEM的 和呢 全部都是从生活中啊 从地区性啊 这样去学的 那所以呢 看完这些书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了 啟发你的思维了 就可以走到哪儿 学到哪儿了 记住一句说话 我经常都讲的就是 STEM ANYWHERE 你 是 对 是 你 你 对